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代新素派 素食119 帮你解决吃素的难题 让你轻轻松松的吃好素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没关系 你可以写信给我们 或者是上网留言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 吃素的种种困难 那么吃素对于上班族来讲 真的是有一点烦恼 大部分都是外教便当 那么家庭当然比较贵 那但是又会担心菜色 是不是有变化 那么口味的问题 卫生的问题 营养的问题 还有 有没有能够吃得饱的问题 你注意把我们其他人请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啊 怎么样 我们今天的委托人小魏老师 外表看起来身材鲜瘦 绝对不是肥胖一族 但是观众朋友 你们想象得到 他是一个超级大胃王吗 我大概就是从早上到学校开始 就会一直在不断地吃东西 然后全麦馒头 炸炸面包 然后吃土司夹起司 夹素肉松 然后再吃我们吃这些骨干 对就差不多有一点点饱 对然后接下来都准备吃午餐 我的妈呀 小魏老师你也太会吃了吧 考量到自己的食量实在太大 外面的餐盒无法让自己吃饱 所以从一年前开始 小魏老师每天都自己动手帮自己准备份量超大的测制便当 每天早上扣除掉舒化妆 小魏老师能用在准备中午便当的时间 大概就只剩下20分钟 但是因为不擅料理 变化有限 所以永远都是这一大桶加了汤汤水水的菜饭 而经过一个早上努力的认真教学 现在终于来到他期待已久的午餐时间 你还在吃这个啊 对啊 看你的午餐好像健康很少 对啊 但如果要你吃这样吃一口 还是你可以吃时间 我不要开始 你要一点都不要吃 真的 小魏老师这过日日如一的蔬菜清汤 让身旁的人都误解 他以为吃素是一件苦差事呢 而这就是他今天早上素食依旧的原因 因为他也想要好好的吃一顿干湿分离 色香味俱全 做法快速简单 分量足够 能让他有饱足感的便当 更希望身边的人 都能感受他吃素的满足与快乐 现在就来看我们的专家 如何帮他解决这几个难题 好 那像你吃的简单 对不对 你每天都这样吃 那你的同事看了你的便当 他们有没有什么意见 他们第一个不满意就是 为什么吃这么多 就没办法啊 这个人都胃口就不 然后我们就这样倒起来喝 就多 那第二个不满意呢 就是说 因为我的东西都很清淡 那是很健康 吃长素的人是习惯清淡啦 对但是以年轻人来说 一直都吃很清淡 其实大家也会觉得 他们有时候想要吃重口味的啊 有一点味道嘛 对对对我很少这样 如果可以自己做 然后呢如果再多增加一点菜色的那样的素食的中餐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去尝试这样做呢 我好想尝试喔 为什么不做 因为还没有那个关键人物来指导我 是这样啊 好 因为很忙 其实真的当老师真的很忙 现在老师忙翻了 晚上也要有很多学生的 还有慈悸活动耶 对 然后在学生的一些课业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有时间为自己准备那个丰盛的中餐 是 那没关系 我们尽量还是请专家来告诉我们大家 上班族要吃素怎么样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 好不好 好 大厨师 我们这个 等一下就是你的老师 拜托拜托 多指导你 对啊 那请问一下 那个做便当素食便当 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 它的料理方式 当然里面的部分就是它的色香味俱全 是一定要的 然后再就是一个口味还是蛮重要的 那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刘老师 那吃便当容易营养不均衡 尤其外卖的便当对不对 对 那自己做是不是可以真的就可以掌控到营养 那吃一个便当当然除了营养要注意之外呢 我们也要看说我们有没有这种幸福的感觉 为自己做一个好吃幸福的便当 那就营养上面一定要特别注意到了 那就多元化多彩 然后呢 尽量就是选择就是原来的形态 不经过加工的 要对自己好 那我们当然就选择比较新鲜原态的食物 对 这个世姐你是来试吃的对不对 对 她是来打分水 请手下留情 请严格 好吗 今天素食依旧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如何让忙碌的小魏老师 能在出门前的20分钟之内 完成一个色 香 味 俱全的便当 当然做法还不能太复杂 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胡椒豆包便当 然后里面的流程 我们就是从这个锅子开始 然后因为你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是 中间不能有任何的洗锅刷锅 没有任何时间来刷锅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原则是先 烫菜开始 对 就是叫做原态 原态 对 然后再来的部分就是 我们留下的这个梗 这个人通常有人会去 师姐都会拿去多腌制的 对 然后我们今天是做不一样口味的 这个我们是直接带皮 小去炒的 带皮真的太棒了 可是那个皮不硬喔 很多人会问我说这个纤维纸 会不会影响 太多 对 那吃过它的人都会感动 真的 真的 我每次都想办法把它剥掉 这个我们看好就可以起锅了 起锅 好 蔬菜里面有很多的矿物质 这些矿物质都比较不容易 因为烹调的过程而流失掉 都可以保存的 像以绿这个花椰菜来讲 对 像它的纤维纸一定可以保留 另外它有很多的铁 大概都没有问题 然后另外下一个部分 这个菜会比较多一点 一锅搞定 我们这边 我们就前下 一个老师两个妈 已经都觉得 有 我就想说刚刚为什么 他们两个要分开烫了 反正一起又不会 因为它的手的程度不太一样 手的时间不同 这个我们可以起锅了 可以起锅啊 对 这个不要烫太久 好 来 再给个盘 小吴老师 你真的学着点 你这个油 就你老公的便当你也可以做 不要用这个让婆婆来搞定 好 这里是我的目标了 对 这油吗 对 这个是 你也是早上做便当吗 早上 你早上起床做便当 六人起来做便当 对 这个很鲜费 还会做我老公的早餐 好 鲜费 早餐可以啊 新鲜餐就不行了 那油还没有很热 有 已经热了 已经热了 我好像很少做这种 加那么多油的事情 那你也拌煎炸也可以 就是油用少一点 拌煎炸也可以 所以说 那老师 它有一些 有一些营养素 经过油炸的之后 是不是也会让它比较好吸收 对 没有错 像脂溶性的维生素 就一定要有油的存在 对 青花 野菜有 有有有 我们蔬菜里面也有 所谓的Beta胡萝卜素 对 那它也是需要有油 我们才能够被吸收的 不过其实我们最常讲 就像番茄红素 番茄里面的 番茄胡萝卜是不是 对 它都是需要有油 这样处理过以后 它的吸收会比较好一点 那青花菜 我们一直以为 Beta胡萝卜素是红的 不是 应该是说 我们说类胡萝卜素 类胡萝卜素 它里面种类有很多种 对 那其实大家最了解的是 Beta胡萝卜素 其实它还有别的 还有别种的 对 它有很多 像玉米黄素 还有现在大家常在讲 保持眼睛的叶黄素 它都是类胡萝卜素里面的 的其中一项 对 它的种类非常的多 其实大部分的蔬菜里面 都蛮多类胡萝卜素 所以它油炸一下是 反而更能够保持的 对 不过的油花 稍微有点油的话 流行的植化素是不是 对 没有错 还有植化素 像我们比较知道 植化素里面有比较多分类的 多分类是大部分蔬菜水果里面都有 它也是需要一点油 它的吸收会比较好 或者我们说它的保留量 会比较多一点 保留量 对 所以说其实也不见得说拒绝所有的菜 是不要用到什么油煎炒的 还是需要一点油 只是说我们常常讲是适量的油 对 我们先从三杯开始 好 三杯 所以说这是节省时间的料理 一锅就把它处理完的 我需要这种快速度的 其实真的所有的上班族可能都需要 真的 然后有下次用我们的洋菇全部都进来 洋菇 可是没有切耶 师傅 我们整颗 你想咀嚼嘛 所以我们整颗咀嚼 这种不用切真的太符合我的style了 因为你喜欢吗 我觉得吃淀粉籽我都不高兴 因为要吃蔬菜然后一直咬 我就会觉得很 很真实 我们可以加一点水 再给它加一点水 对 加一点水的部分它 它熟透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哇 这个咕咕这么大整朵烧 我真的不知道 我先以晓等一下怎么个吃法 它会入味吗 会 会 会吗 我们把那个水分收干就入味了 真的 加一点味蜜 这个是味蜜 是 对 辣椒 这个是谁啊 辣椒 辣椒是谁啊 我不知道 你老很少吃吗 辣椒是谁啊 你敢不认识辣椒是谁啊 很少在用辣椒的 辣椒是谁啊 好香喔 那我们现在是烧这个黑胡椒的 胡椒粉 还有第二轮吗 还有第二轮 就小薇老师来讲 这一轮已经够满足够了 对 那么加一点水 加一点水 好 我看你怎么忙的 然后我们刚才煎的豆包水进来了 豆包 豆包你认识它 只有豆包 也不用切 不用切 不是就洗 你就洗完这样不用切的感觉吗 是 加一点点的味蜜 味蜜 味蜜是这个 一点点这样 把萤椒全部都倒进来 倒进来 就在不用洗锅子的状态下 倒进来就是在洗锅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师傅你竟然有这一招 老该部 所以你看了 这一锅搞定 也不要一直洗锅 所以他刚刚烫过的 所以蔬菜都没调味吗 刚刚的 对 没调味 那么蔬菜好了 蔬菜不要太久 蔬菜不要太久 好 它只要三道味道久 锅子也洗干净 所以小薇老师 你上班之前 你洗锅子又可以比较 义举三得 是 其实对我们来讲 心满意足了 是 真的 这个我们家 但是我们要让客人满意 好 它不是炸过就 我们要给它味道 所以我们等一下 我们才会沉滋就好 这样有 硬了 OK 一点点 好 来 翻 翻 翻 好香喔 师傅 因为它下去就整个味道就跑出来了 这样可能会吃到五个便当 有可能 如果这么好 可以吃了吧 可以的 我们可以放到便当的 好 现在要装便当 小薇老师你自己装 我不知道我装出来的时候变怎样 还是叫你吃五个 那趁这个结果我要请教一下刘老师 因为有人说 尤其一些肉食主义者 他们在说蔬菜里面有盖 虽然是绿色的有盖 但是听说不太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是动物性的盖质比较容易被吸收 是这样吗 也的确其实我们食物里面 盖的形式有很多种 如果真的来讲的话 水里上是的确带盖 动物性的盖吸收率会稍微好一点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帮忙 植物性食物里面盖质的吸收 什么方法 例如说因为盖的吸收 比较喜欢在酸性的环境 所以我们做菜的时候 可以加点醋下去 让它这个是处于比较酸性的环境 另外我们也可以当餐的时候 吃一点含维生素C的水果 或者说是果汁 也可以帮助盖质的吸收 或者铁质的吸收 其实都可以借由维生素C的帮忙 帮助它的吸收率 所以说这个部分 只要我们吃一些维他命C的 看 没到不行 我真的敢相信这件事我有参与到 好 来 就是来请用 师姐来请用 你吃吃碳 而且这个是最特别的 它炸过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 刚刚是纖维的 较Q吗 真的咬得动 好Q 真的吗 你自己吃 味道有够 跟那是他老师 所以一般来说 弄成这样干的 会比我那样整锅 水 汤汤水水的要好 好吗 其实如果汤汤水水 这样水很重要 这个我们还是要喝足够的水 但是如果您当餐的时候 水分很多 当时你会觉得很饱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一下子就饿了 就处在肌肉中 因为比较没有所谓的 我们说 饱足感 OK 好 那我们就来接着 等一下做下一道菜的时候 再来学习怎么样 让自己有饱足感 但是师姐怎么样 好吃 好吃 好吃的不得了 炸过之后好吃 好Q 下次大厨师不要在 你做看 练习 我要练习 好好好 那我们来做下一道菜 我的老天哪 李师傅 您真是太神奇了 想不到只用了一个锅子 就能做出一个菜色豐富 煎 煮 炒 炸 样样来 又能完成三种口味 色 香 味 俱全的便当菜 难怪小魏老师 宛如见到旧事主一般 露出崇拜的眼神 这道胡椒豆包便当 真的是忙碌上班族们 最佳的新国民便当 接下来素食依旧 要为有大胃王之称的小魏老师 解决他长久以来吃不饱的问题 今天给你的是红麴薏仁 红麴薏仁 酸药妆 好 红麴薏仁的部分就是 我们选用这个红麴加薏仁 那这个薏仁的部分 我们一定要洗干净 你没有洗干净会有点点美味 对 好 然后用好的这个薏仁加这个红麴 然后把水淹过去之后拿去蒸 没有蒸的话你就用电锅 比较懒人法的就丢到电锅里 按下去就好 盖起来 跳起来就熟了 就变成这样子的 就变成这样子的 好 那这个蒸手之后还有一个山药的部分 山药其实它是非常有营养的 对 然后我们就是做一个小技巧 就是把它压磨 你看压那边的 然后呢 把它压磨我们再压一个小的 再压一个小的 然后要对准处走是吗 俄罗斯娃娃方式吗 从大的压到小的 这感觉好像是那种宫廷菜那种 一叠一叠的叠过来的 弄好之后我们再把它互套 倒起来 这样 葡萄就会有一点这个颜色的去分下 对 变化 白白 透红 然后弄好之后呢 我们就会变成是像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现在的部分就是 开始套这个葡萄 我感觉这个我的学生也可以做了 可以啊 他们应该蛮爱这样套过来套过去的 对啊 那请问柳老师 她刚刚讲 她很快就把那几个便当吃光了 但是到两点三点她又饿了 对 可是问题是说 一般正常人来看 吃了这么多 怎么可能两三点钟 就饿了呢 她是怎么样出现的问题 有可能是速度稍微快一点 对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在吃饭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气嚼慢炎 这个大家都会讲到的一个老观念 其实那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在咀嚼的过程中 就会把这个讯息传到你下士丘 我们脑部有一个下士丘 里面有个叫保食中心 它就是管控我们吃食物的 这样子你的量的多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讯息传到脑部以后呢 脑部就会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吃那么多东西了 或者你速度要慢一点 那这样子的一个传达必须20到30分钟 这也就是我们一般建议吃一顿饭吃一餐 能够20分钟30分钟是比较理想的 但是呢事实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我们吃进去的东西 我们在未停留的时间 这个也会让你觉得说 我怎么吃饱 或者说我是不是可以到下一餐才去吃东西 这个也是有关的 所以它停留的时间应该很短 因为它都吃那个汤饭 对 所以汤饭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吗 因为变成说它的吸收会比较快 吸收比较快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肠胃道排空的就很快了 果然开朗 哎呀 让你开进去 所以我要像师傅那一招干干的 把它配好 而且让你嚼久一点的 当然水分还是要有 是 另外补充 对 另外补充 所以小卫老师的问题应该还蛮多 上班族他很快吃东西 因为是赶时间 因为用餐时间很短 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 是啊 先下薑末 薑末 对 哇 好 这个就是好吃的东西 好 我要来学习干吃分离的另外一招了 下次我们把阿明哥哥找来 怎么了 因为他吃得很慢 所以他都长不胖 那我们就加入这个中好的医生 对啊 你还记得那个吗 我记得 现在还是一样瘦吗 我们应该店下来的老婆 我感觉艺人很适合我 师傅 对 因为这个艺人的部分 你不要真的太烂 好 其实它咀嚼的部分 是让你可以嚼劲的 我们要那个减重 好像艺人还蛮好的 对 艺人蛮好的 对 减重很好 因为它其实纤维值也很够 然后另外因为它一颗一颗的 所以你会需要用比较多的时间 跟咀嚼去把它给吞下去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口腔里停留的时间 会比较久一点 比我们吃饭 面那种感觉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艺人本来狼腔体验的 对 那其实它艺人已经蒸熟了 所以我们只要有味道 拌一拌就可以 对喔 对 然后可以熄火 好吗 对 这样好 没有 你学会 你炒它一大桶 给大家吃 老师今天大请客 对 好 这个是夹子在那边 这边 好 就是一个紫的 一个白的 可是明他们每个人都有紫有白 那因为我们的山药它是 我们刚才真的是原始风味的 对 没有加 对 所以我们不要 它比一点一点的薄芡在上面 加一点薄芡 对啊 让它有一点汤汁 还没师傅紧张 师傅 刚刚到底自己 TOTAL BLO有什么事 我现在的方法的部分呢 就是用了白开水 然后一点点香菇筋 一点盐巴 胡椒粉 然后 所以这个薄芡还没有影响到 它的颜色 对 对不对 因为它的色泽不浓 最后我们放上香菜 OK 小卫老师真的是 负责不扣的大胃王 为了解决他吃不饱的问题 这道经过特别设计的 红麴一人山药中 不管是山药还是艺人 因为富含淀粉质 所以一定让人吃得饱 而软Q的口感 能让你尽其的咀嚼 更是符合刘老师所说的 吃饭要细嚼慢咽 不能胡伦吞早 每餐至少要花30分钟 好好地吃东西 您记住了吗 小卫老师 你自己这样觉得这样子煮 那以后的便当是不是可以 而且速度并不会说 花很多时间 所以虽然上来说 人不要比较跟计较 但是我觉得 经过今天的比较之后 好像应该试试看 还是要计较 应该试分离得比较好 又美 然后又有嚼劲 对 最主要 对 刘老师讲的 这样子你才比较能够保 对 又好吃又营养 好啊 今天我们试吃的感觉怎样 好棒 如果说是便当这样带 是不是很 又好吃 而且又感觉上 又有营养 色香味俱全 对 色香味俱全 所有的营养素都在里面 有营养 太好了 今天小卫老师真的是学到了 但是小卫老师是个特例 因为她心欢念醇 然后又很知足 所以她吃什么都可以 不过就是刚刚吃的方式 有点错误 然后把它调整 可是我们真的吃素的人 带便当确实 还是要把自己的便当 做的色香味俱全 对 因为最重要要接引别人吃素 对 好 别人看到的你的素食便当 哇 这么美味 那当然就有这个兴趣了 对不对 她要问你说那些便当是在哪边订的 好 那就是我下一个目标 好 那我们就谢谢你 我们也期待你的下一个目标了 好 感恩 感恩 感恩师傅 谢谢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